以下节目是由卓越财富集团 Jenny Chen NBA赞助播出 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商界纵横 我是米娜李世平 在这一节的商界纵横 我们将会探讨到了年底了 缴税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那另外就是如果您有海外资产的话 那在税务方面有些什么问题呢 那我们今天在我身边就两位嘉宾 那第一位就再一次为大家介绍 大家很熟悉的 就是卓越财富集团的副总裁Jenny Chen 那Jenny是NBA金融以及信息管理硕士 那她同时也是百万元桌顶尖会员 那她另外同时也是百万元桌的 UX Tax Planning Committee 以及UX Protection Committee的会员 那另外呢她也是国际金融讲座的讲师 那她曾经担任澳大利亚 美国 加拿大 韩国以及其他各地 包括法国等地的讲师 那Jenny呢真的是我们的华人之光 那另外一位嘉宾呢 就是会计师张露生先生 Mina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首先呢非常感谢这个新岛客户的大力支持 非常的感恩 那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 有一位贵宾 他呢是我非常尊敬的 德高望重的在会计和税务这个领域 真的是权威的 张露生会计师欢迎您 张教授 谢谢 德高各位观众好 是的 那在我们今天的 卓越人生财富解码的系列节目中呢 我们今天就与这个张教授 还有呢与这个Mina呢 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年底的税务 还有呢特别是房地产和海外资产 张教授想请教您 就是我们说美国呢真的是万万岁 那特别呢在湾区 这个房价呢 这个增值非常的多 当然对屋主来说呢 是一个好事 那另外呢很多人也会忘记 这个成本的事情 那最近呢有一位客户呢 来咨询想请教一下您 这个客户呢是住在Cirotoga 他呢是这个80岁的教授 那他提的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他当年呢 去买Cirotoga呢是20万 那现在的价值呢 差不多3个Million 那现在他想如果他80岁 可不可以把他小孩的名字 加在这个房契上边好呢 还是说以后将来在这个就是他走了以后 这个作为遗产留给小孩 这个有个stand up basis 另外第二问题呢就是说他想了解 如果他现在想把房子卖掉 来享受生活的话呢 那这样子来讲他可不可以做以下的这个步骤 就说他最近呢想把房地产出租出去一到两年 然后卖掉的时候呢 既可以享受这个夫妻的50万的免税 同时呢超额的部分可不可以做103East Change 到新的Property 将来以后的话还可以做到这个stand up basis 这是我遗产那我就想请教一下您哪一种方式在传承的时候 您觉得是最合适的最省税的呢 这个没有统一的答案是两个都可能达到你的目的那几例来讲 假如说我有20万的买的房子 现在300万 假如我一个人卖掉的话 一个人只有25万免税 假如加了小孩子 那假如加了两个小孩子就可以增加50万 那就更多 但是呢你也要考虑 你是不是现在就要把房子过付给小孩子 然后卖了就是小孩子的哦 又不是你 那假如你又问了那个问题 要不要等到去世以后再来卖 那去世以后原则上 他美国税法里面有一个叫做step up basis 你20万的房子 假如你去世的时候是350万 那么呢他的成本就提高到350万 那350万你卖了就不必缴税 当然呢你假如万一去世要不要缴税 那又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遗产税有没有超过500多万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呢不是每个人都像我昨天有个人来问 他的小孩子想进这个Ivy League 那学位大概要30万4年 他说我假如卖了把四分之一给小孩子 那大概有30多万他的房子 我说你假如信得过小孩子 他会缴学位 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因为呢至少他有25万免税 两个小孩子就免了50万 所以看你的目的 那另外一个你认为对小孩子没有这种充分的信心 那你就干脆等到去世后再来 那我们讲到如果就是说这种怎么样高资产的房产转移给小孩 那现在在湾区非常热络 非常大家都在谈论的就是QPRT 这个就是个人合格住宅信托 那现在有一位先生呢 他也来咨询 他说如果我现在在Los Santos Hills 有一个500万的房子 那如果每一年按照7%来增长 那10年以后可能就是1000万了 如果他现在把这个房子放在这个合格个人信托里边 那以后增值的部分是不是有很多的省税的adventage呢 对 这个有钱人呢就省税的机会蛮多的 那这个东西我简单讲什么叫做合格 说住宅信托 是 几例来讲我现在假如有一栋房子 大概75万 那我有一个可能就是说我还想一直住 可能住20年 但是呢将来我就要转到给小孩子 为什么我现在不想转给他呢 也许他就不再孝顺我了 那这也是一个耶稀 那么呢我就想说 现在呢就转到信托 那我还继续住20年好了 那国外国税局有一个特别的规定 就是说可以给你discount 因为你有一些限制 你不能随便买卖 我还可以享受 那么呢在报增以税的时候 从个人转到信托 大概可以到半价来做 75万就是37万 那增以税几乎很少 那么呢将来这个房子涨到 从500万涨到1000万 那就可以不必再缴税 那非常好 那另外的话呢 张会是想请教您的 就是最近的国税局 他颁布了一个最新的 就是说现在全世界的这个将近15万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呢 他都有跟国税局签一个这种就是国际的数据的交换的装置 意思就是说那国税局可以直接从海外的话 这些银行机构可以拿到美国人的海外资产的一些这个资讯 如果举例来讲 比如说今天这个人的话 他有一百万是在国外的话呢 有待了八年 那他如果现在自首的话 他大概会要交多少利息和罚款呢 那这个就是看他哪一年落税 这个八年呢也可能早有 那我昨天也稍微看了一下 国税局的2011的这个例子 大概要交50多万的罚款 就是自首 那你假如不自首被他逮到 那么每年赚五万块的利息好了 那么很可能要罚到你四到六百万 哇那真的是非常的可怕 那观众朋友 那今天呢我想大家都谈的意犹未尽 如果您是对这个房地产的增值 年底的省税 还有呢海外资产感兴趣的话呢 欢迎来参加我们下周末的讲座 是由卓越财富集团和张路生会计师联合举办的讲座 我们讲座的报名电话是1877-253-8288 1877-253-8288 那祝福各位呢 这个佳节愉快 财富满意 那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见 我们谢谢这个张会吉师以及Jenny 那也祝各位观众朋友呢 就圣诞节快乐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拜拜